网友粉丝在支部节目买越野车 北京BJ60和坦克500 哪个性能更出色 长期使用 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设论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保护的建议 保护保护保护 首先呢 都是定位中大型的SUV 这两款车都有五座七座可以选择 但是啊 一台最低配的坦克500 三十五万 可以买一台 最顶配的这个BJ60呢 然后还用不了 北京BJ60嘛 才三十万顶配 是不是 那么他俩差距单的人呢 他500是30T六杠机 BJ60是20T四杠机 所以说他俩价格就在这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款车 说到越野车 无非就是说看哪个 发动机比方向的机器数着它 更坑照 我们出去一个玩 玩去越野路边的话 你跑跑 爬窝了 多丢人血眼呢 考验的就是发动机比方向的 更加耐照啊 他不高温 更加脾式不出毛病 机械数着稳定性更好 去选谁 知道不 这个北京BJ60呢 这款车呢 只是基于北京越野车的 积木平台达到的啊 选择使用了一个 龙式的一个封闭结构 非常不错啊 AB路德车使用了1500多万 升级 高强的钢 又使用了75%的一个比例啊 那么飞腾台是这个车呢 采用的是经典的两重八红的T型大能底盘结构 底盘的建构度更好了 这台车的越野能力是非常优秀的啊 接近小时30-37度 离去小时20度-32度 非常不错 整台车的最深的射击深度是800厚米 很优秀 一个分身市区 正289个月市区 很不错啊 前后桥插出所 完了动力上搭载一个三连的4K3O的重置20T 直奔涡轮压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本来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使用了有什么技术呢 单涡轮双窝管啊 双气道 两个气道啊 一个技术 不错 扭机达到406 马力达到276 这个扭机和马力 绝对觉得是绝对够用的 没有问题 而且呢 让48伏轻吻的加持 还只需要加92号汽油 很优秀 匹配了一个产域的白T变速箱 非常好的变速箱 很优秀啊 而且呢 前双红臂熊 后面多了网红化 因为是钢瘤混合的一个材质 很优秀 唐根500这款车呢 呃 搭载的是 长城自我研发 深人厅 入干击 所有无论中央 48伏轻吻 说匹配一个自己压身 那种植9AT 这就是有点太牛了啊 现在是太牛逼了 现在谁敢敢自我研发 AT变速箱啊 成本高 是不是 还得消耗大量的人力 财力 是不是 3AT更便宜 手里头更便宜 AT呢 成本很高的 并且技术研发出来呢 你这东西 调教上发很大的这个 时间的 那么调教都不顿错 实际证明呢 坦克百这变速箱 确实是顿错的 就是升级之后能改善 改善完还是顿错 当然他这个钮就500 马力350 动力要更好一些 连载五冬的一个车重 油耗呢 正常市区去开呢 也得达到这个12个 到15个之间 谁要说能开到12个以下 纯粹是扯淡 悬架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前面双臂 后面是城里桥市的悬挂 市区能力呢 三把锁 很优秀 基因角是30度 铝球角24度 那么设计深度也达到了一个 700毫米 非常不错 他匹配的是一个 伯格华纳的第三代 TOD双数智能市区 和这个S9 他们是一样的市区 那么具备有这个 中央插入所和后央插入所 像2S啊 4S啊 4L啊 80公里 以下的数 随时随时都可以切换 这两台车呢 市区能力都是很优秀 都很不错啊 市区考验的时候 都很优秀 很不错啊 可以说是 古车车 现在就做的越野车 2010万 30万的车的 信价比都是很高的 是吧 你花30来万 40万 就可以买6万级了 20多万也是个 20T的版本 变数箱都是品牌变数箱 我认为选哪个都很优秀 并且这两台车呢 市区开始呢 北京BG4 大家都知道 很平台照 60更不用说了 更好一些 那么有开过 或者买过 这两部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欢迎大家准发屏幕点赞 拜拜